大家好,歡迎來到Gang Win Payday 又是我世榮主持,和大家在星期六時見面 到季尾,進入了季後賽,所以在下午才開始 有賠率給大家參考 一個投注餐單,希望在我之前在星旅日報寫頭版 另外到季尾,在名家擂台賽中,可以獲得第一名 兼有一個正回報給大家 每個星期周末都會用Gang Win Payday 在投注方式給大家參考 暫時來說,季中,因為12月才開台 有一個正回報,希望玩到季尾都可以保持 未講碼之前,希望大家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按我右手BIN UP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甚麼馬匹 可以留意 我們從第四場開始看 第四場有三匹馬要留意 分別有1號達拉斯布里魚飛 落了班,變成大冷門,不要漏掉 至於有一檔之利,這匹馬阿密海運之星 潘頓拆騎 還有冷門,還有一匹5號夏洛特五一之星 也相當值得留意 我們一跳跳到第七場,去到季後賽都是大運戰 七場有這匹2號奧克拉河馬大雷布 然後8號熱就熱了些 不過都應該要注意 8號聖安東尼奧十二馬 然後去到下一口可能做到孪寶的馬 一樣,跟這個場場精彩一樣找回莫雷拉 8號這匹,八場8號這匹 西雅圖的必長勝也相當有能力 大家都不要漏掉了 講完之後,大家可以參考我的頭注策略 在我旁邊就有這個頭注餐單 今次落盤比較多些 所以大家都可以注意多些 中間有些馬都沒有提到的 因為時間關係都說不了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Gangmin Media Die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